美女玉雕师 难得一见 千年难得一遇 今天不当大师 今天我们当记者 记者我们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工作室 走 捕捉野生美女玉雕师一名 哈喽 美女 你好 哈喽 你要干嘛 请问你在雕什么 准备雕一只熊猫 大概还有多久雕完 可能要一天吧 差不多吃完饭前你把它雕完好不好 今天不雕完不准吃晚饭 我能帮你雕一些头发吗 可以吧 可以吧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吃它豆腐 我是为了画面需要 我再采访一下你 为什么作为一个资深的主播 想要接触玉雕呢 兴趣是一方面吧 就很想感受一下 就是雕刻太辛苦了 然后是一个技术活 这里很潮 然后就是手会很麻 然后手泡在水里面久了 还会起皱什么的 然后不小心手还会滑过 挺不容易的 就是玉雕真的急不来 不管雕什么都要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去磨 那是怎么说 就是看到自己做的成品 就是好看的话呢 自己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今天作为一个 DIY一个小体验对吧 算是吧 那你有没有打算把这个东西用来干嘛呢 我自己收藏 多少钱都不卖 主要是就放着摆着自己 每天看的都会很开心 开心开心 投入深心 我们就不不打扰你了啊 慢慢来 其实我知道你们也是有这种想法的 会觉得雕刻是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东西 然后自己也想尝试怎么雕 那芥末也和你们是一样的 所以她今天也是在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今天天好美 其实她芥末雕有点类似于一个DIY的感觉吧 随性一点 比较开心一点 但是我们像学玉雕的时候 不会像这样子 整天被师父骂 你怎么又做成这种屌样 想不想干 不想干滚 不像现在这么芥末雕 我们会去哄她 会去引导她 会给她鼓励 东哥 你要雕细节了 坐着坐着 你在这个动态有点像个猫了 你这边看不太多了 现在像菠苔米了 对啊 我脑子里想的就是菠苔米 越好叼了 越来越想要爬了 好 行 提供给你们先把它整好 高点的面子 没找出来 很容易的 确实挺好的 对出血者来说 肯定很棒的了 我感觉我们可以改行了 我们改行去开个深夜食堂餐馆 萌萌来点评一下 该做出来的都做出来了 细节这块没有具体的去弄而已 细节吗 对啊 我有雕了 你看 你看还有爪子 东哥点评一下 想到了我们当初学玉雕的时候 点考的 我觉得太了不起了 为什么会如此优秀 我们做厨师 这厨师是夜食堂 那谁来雕 大厨工作室就交给你了 我可以吗 可以 这帮你给你了 哈喽 哈喽大家好 这个是我的作品 它叫AKA羞雄啦 哎呀我好激动呀 哈喽 这是我 人生中的第一件作品 AKA羞雄 我觉得非常棒 我觉得它无可挑剔 价值 我觉得 没有办法去衡量 我觉得它是一件 就是在我心中 就是那种 反正就是无法衡量了